科瑞结束轮休攻下26分,汤普森拿下24分,美国直篮NBA经周勇士在这对浪花兄弟合力攻下50分的带领下,以121比114击败底特律活塞,收下本季第50胜,并重返西区龙头宝座。 科瑞前一场比赛轮休,让勇士以91比126惨败给达拉斯独行侠,今天他强势回归,包括5G3分球在内,拿下全场最高26分,杜兰特则进账14分,11助攻。 今天拿下胜利,勇士战绩提升到50胜23败,重返东区龙头位置,并以半场胜差领先丹佛金块,这是勇士连续6G达到单季50胜的里程碑。 活塞今天输球,损失不小,战绩37胜36败,让他们从东区第6叠到第7,要和布鲁克林拦网,麦阿密热货,奥兰多魔术三队,争夺东区最后三张季后赛门票。 勇士今天五人得分打两位数,除科瑞26分,汤普森,Clay Thompson,24分,杜兰特,格林,Dremont Green,都拿下14分,卢尼,Kevin Looney,则获11分。 博赛这边,一个礼分,Blake Griffin,得24分最高,肯纳德,Luke Kennard,也攻下20分,史密斯,Ish Smith,获得14分,德拉芒,Andre Drummond,梅克,Don Maker,盖洛威,Langston Galloway,都获得12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